我想跟他说 以后如果他成功做手柴犬 希望他可以破到大案 我们的心机完全是没有白费的 这位左手牵狗绳 右手抱着幼犬 炯炯有神的目光写满了期待的 就是香港特区海关高级官员李淑玲 而他身边的拉布拉多幼犬叫LeTi 是香港疫情期间首次成功自行繁殖的 六只拉布拉多幼犬之一 当天 在领犬员的指挥下 一批海关搜查犬分别成功完成 在一堆类似物件中迅速找到藏有毒品 爆炸品和钞票物件的任务 非常灵敏和聪明 搜查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香港特区海关搜查犬科监督马绍芳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海关搜查犬专业近年来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 在成功实现自行繁殖后 又成功通过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的专业评审 将领犬训练课程纳入资历名册内 成为香港首个获得领犬训练课程认证的执法部门 我们的搜查犬有三种搜查能力 分别就是毒品 爆炸品和钞票 他们的职责主要都是去到口岸协助清关的工作为多 包括了货物和旅客出入境的地方 譬如是机场 货柜码头 高铁站 游泪码头等等 但是我们已经计划是训练枪械搜查犬的了 我们希望就在今年里面能够训练完成 有枪械搜查犬是可以出勤 是帮手就是堵截非法枪械流入香港 马绍芳指出 国家海关总局及司局对于其实现自主繁殖 减少海外市场依赖方面非常的支持 并提供课程培训以及实地考察等多项支援 为其实现自主繁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2006年开始内地海关总署的緝诗局 已经是一直与我们举办一些课程 已经帮我们训练了数十名领犬员的导师 以及领犬员 我们会派员去到北京、盐田、瑞丽去上堂 上完堂之后其实緝诗局的资深导师 甚至乎是会来香港给一些即时的检讨 做一些巩固训练的 所以在我们设立我们自己的繁育中心之前 我们都是曾经派员去到北京考察 才再设立我们这个中心 所以整个计划 其实内地海关总署对我们的支援是居公自为的 马上方表示 入选海关的犬种有着严格的条件 在这次自主繁殖的过程中 他们对于繁殖的犬肢的品种、铁魄以及区域 有着严格的标准 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一定要体魄强健 要有强烈的搜寻意欲 亦都要具服从性的 我们现在有两种犬种 分别就是拉布拉多和史宾格跳犬 他们的特性都是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臭角非常之灵敏 亦都是服从性高的 如果我们自行繁殖 我们母犬和父犬可以经过挑选 譬如今次我们这个繁殖计划 母犬是来自北京的 爸爸是来自英国的 他们都是现役的海关的渍毒犬 其实有了优良的血统 他们生下来的BB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是优质的保证 当天海关人员还展示了 六只半岁大的拉布拉多的训练成果 例如过木桥、穿黑洞、钻木帘 只见这批小狗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在房间里跳上跳下 好不热闹 马绍芳表示 别看他们现在上窜下跳 但是相信他们未来 都将成为一位有担当的小公务员